今天盘面上的确有一些大型股 那个偷拉尾盘 只因为要接手住8501的关卡 应该是不能破 但是金融有点扯后退 哪怕业绩很好 说到金融我先插播 今天的外资 外资买超的前20名当中 今天的金融股好少 只有买三档 然后卖掉的 卖掉金控股有多达七档 您就知道现在的重心 如果要靠大型的集中走稳步掉 应该是在电子跟传产的龙头 不过说到了书方 台速今天的拉尾盘 所以真的会变成 李氏家族抬头吗 对 虽然市场上面很多的一个传言 但是我们可以发觉到 这个部分并没有得到一些的证实 必须到最后里面 董监持股上面是不是有一些的异动 我们才看得出来 因为现在没有公告 但是我们要宣传说 因为现在市场上面 唯一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台塑集团 它长期投资的筹码到底有没有松动 因为你一旦松动的话 其实在这个过程 我们要先了解到 其实台塑集团 它目前的股价 跟它的获利来看 它本一比并不低 大概几倍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台塑它的第一季 是0.57元 那现在台塑的股价上 我们来看一下K线图 台塑的股价 1ps才赚5毛7而已 对 我们来看一下台塑的 目前的股价还有70块 对 所以它今年里面来讲 好一点的估计是3块多4块 所以本益比这样算起来 就比较高哦 哇 对不对 也有20倍啊 70除以3嘛 对 也有20倍啊 那南亚的部分里面好一点 可是南亚之前好 是因为它有华雅科好啊 那现在华雅科呢 滴滴滴滴嘛 那台化的部分里面 它股价上面称在一定的高档 那它第一季只有赚多少 0.25 所以在当时候大家讲说 台化莫名其妙 我们的三娘为什么要出来当董事长 那时候就觉得很怪了 市长就觉得 因为明明有7人小组嘛 明明要交给专业CEO嘛 怎么三娘出来了 所以大家就是说 三娘以她的德高望重 她可能就要平足家族的一个纷争啊 也是出来作证啊 属房那个三娘那个时候 接那个长根医院董事长的时候 是不是就在预告说 其实三房的势力是大大抬头呢 是的 因为海外的资产 如果以王文阳来看的话 他们最多嘛 是啊 所以变得比较有钱 可是这个部分我们都不管 但是我们要先了解到 我们来看一下 整个指标个股里面的一个台硕 它的K线图 把K线图叫出来 来从技术面里面来去看研判 如果可以的话 放融资哦 下面放融资 因为我们可以发觉到 其实整个一个台硕集团的 个股上面来讲的话 它基本上融资的水位并不高 那外资也是时而买 时而卖 那为什么现在市场上面来讲的话 普遍比较担心 它可能来讲 长期投资上面来讲的话 它的一个股权的纷争 会影响到长期投资的价值 就是来自于 我们把它上成 所谓的月线图 月K线 月K线图 你来看哦 它已经都是在一个低的水平之中 它并没有创造出很好的获利的数字 时间说短一点点 就知道 鼠方的意思是横着走啦 对 它一直横着走 它并没有很好 而且你来看 它的高点都没有过高 没错 它的高点都没有过高 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里面 不管是你现在的舞弊案也好 或是你在这个时间里面看到的 家族的分争也好 都会造成大家比较担心啦 是不是你这个家族上面来讲 会有些问题 但是我们必须要去强调是 这个部分是没有经过证实 只是市场上面这样传 一旦传 它会造成整个分争上面来讲 可能来讲 会不会画台面下变成台面上 我让葵博大哥做点补充 总是市场上有这么一说啦 王永庆还在的时候 大家常常会把台塑集团的 所有的股票 视为那个中长期的投资 因为他就信任王永庆嘛 可是现在呢因为相上说 只有一家公司高层 传出了什么内斗啦 干嘛啦 这家公司或企业或集团 就丧失掉长头的期待性 你认同吗 非常认同 因为在股票市场 它就是投资就是一个信心 就像台北股市现在这样 最大的问题就是投资朋友没有信心 那台塑也是一样 过去你可以看 当台塑在王永庆先生在的时候 几乎买股票的人 我记得我历经好几次 王永庆先生只要出来讲说 台塑要实施库藏股 我告诉你 他说完那天之后 几乎你都看不到台塑股票 再有低点出息 所以王永庆每说库藏股 是每说必做了 对 因为他这个人是言行合一 这里面还有一个企业家 也是如此 他叫张忠谋 我印象中最深刻是最后一次 他在48块附近 买了100张的台积电 他跟所有人讲说 我买给你们看 就从那时候开始台积电 从此就没有低点了 所以其实很多的一些上市公司 他为什么从过去到现在 他的一个诚信 他的一个logo 就变成说大家将来的一个 可以变换成一种无形的资产 所以我认为 如果台塑他这样子的下去 其实对未来的股价 或是市场的筹码 其实是没有帮助的 对 是不利的 这些人家常常讲的 买股票怎么买 很简单 你看老板 老板如果你信任他 诚信度都没问题的话 就OK 不过现在伤脑筋的是 集中市场各自有 各自公司的这个问题了 但是贵买 偏偏散户很爱的 就是在贵买当中 OTC里面的中小型股 鼠方列出来一个字卡 那这些的OTC的人气股呢 现在有没有机会 其实在今天里面来讲 说实在的 比较强势的是生技个股 对对 整个一个节能概念个股里面 太阳能的族群 其实表现的强度并不一致 只有生技个股比较整齐 但是生技个股一般而言 在市场上面做久的人都知道 它跟市场上面来讲的话 的多方趋势是反的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大家比较看空台北股市 他们就比较会去做生技个股 这以往都是如此 因为生技比较活泼嘛 应该是说 它第一个它活泼 那第二个来讲的话 它比较能够去避险 就景气比较不好的时候呢 它会比较能够有避险的价值 因为财报看不到 都是做梦的嘛 是不是 对 不过生技股也要留意 8月15号之前 要公布第二季的财报 可是我们可以发觉到 在最近里面来讲话 像基亚 我个人认为 它是一个跌身的反弹 那我们可以发觉到 这几个个股 当然安城药 今天是有消息 4105的东洋 它是叫什么 它是叫学名药 它也是原物料药的一档个股 以前都不会涨 现在都会比较涨 就表示说至少大家现在选择 生技个股也会去选五碳景 比较不敢去选择 不赚钱的一个公司 那第二档 我们说现在的一个OTC 很多人就是欺负它 第一个生技个股就是跌身 太阳能个股里面也是跌身 就是欺负投资人就对了 那网通个股里面有一档 就是说联雅 它今天是创新高 原因是什么 它新挂牌 它筹码干净 流通在外筹码少 一拉今天就涨停板 那光晃呢 那其实答案很简单 它从高点到低点跌到四成以上 所以在最近里面进行跌身反弹 昨天龙卷增加了一千多张 就嘎个空 那汽车概念个股的同质呢 它是公布财报 有财报力多 那大家知道同质跌多深吗 所以我就说大家就专门 欺负我们投资朋友 这些你看同质 从最高到最低 这是几成 几成啊 你自己算算看 三成以上 198掉到120左右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 其实这最近里面OTC的个股消卖 大家就要记住 如果你要抢跌身反弹 其实答案是很简单的 选择负乖离越大的个股 越具备反弹的机会 所谓的负乖离 就是一条重要的平均成本线 您自己去抓 抓负了之后 你的股价的位置 离它在下面越远 这叫负乖离越大 比较有机会反弹 那汉城做点小补充 太阳能呢 我的意思是说太阳能 也跟着涨起来了 对于太阳能的操作心态 应该是打带跑吗 我觉得太阳能的这一波上涨 当然第一个跟报价是最有关系的 因为报价来讲 差不多涨了两个月的一个时间 那今天来讲 又有最新的一个报价会出来 报价上涨 当然这个族群从低档区 就刚刚鼠王所提到 因为它跌得非常深 所以有坦深上来的一个情况 最近的报价也有涨就对了 最近报价也有涨 对 然后第二个的话 就是在于说之前 公布这个所谓的反倾销的一个部分 它的一个中判出来 反而是对国内的一个厂商 是比较有益的 包括像茂迪的一个部分 因为它税率比较低 它的税率只有11.7%左右而已 那大陆这边的厂商的税率 差不多都在30%左右 所以它有这个所谓的 比较些转单的一个下运出来 所以这样的一个题材 也使得这个股价往上去做一个推升 当然营收也往上去做一个走钢 可是现在大家面临到一个 很大的一个问题 是什么问题 就是财报即将要公布 对 财报公布 它第二季来讲的话 依然还是可能处于亏损的一个状况 全市场都已经知道太阳能 不好 季报不好 大家都知道季报不好 对不对 我们看的是像汉城刚刚讲的 是看未来的 对 各位你看茂迪就好 它在5月份见低点 大盘5月份在万点掉下来 它5月份足底 如果大家都认为说赚钱 他才敢买 那谁把它买上去 所以你的意思 有的时候是股价是走在前面 我的意思 那茂迪今天不强 今天很弱 因为它昨天创高 是是是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到 今天强的太阳能都是弱的 二线的 没有涨的 今天反而强的像 昨天像中美金 像像茂迪 像新日光 今天是黑的 对不对 因为昨天强 对 所以这个盘是 我跟各位讲 你要操作太阳能 买黑不买红 然后如果 应该是大部分的个股 对了 买黑不买红 然后你如果真的觉得 这家公司的业绩还算OK 您就不要跑短 我刚刚会我们特别讲说 太阳能业绩 我一直讲说 因为这个业绩事实上来讲 我们刚刚提到 像刚刚曙方讲光环 特别讲光环的 光环营收创新高 你看这波跌那么深 它公布营收之后 你看跌很深 所以营收有的时候 它是落后值 比较股价先跑 股价先反应 那刚才刚好 汉城讲到太阳能的主性 所以我拿这个跟各位讲 这是一个分享 全市场都知道太阳能 到现在 你能赚钱的不多 它为什么会相对强 感谢宇哥这段补充 也就是真的 全世界都知道 这两大类 太阳能跟生计没啥业绩 所以前面股价先掉 预先反应它的研判 可是偏偏这两大类 有些的标的底型却打出来 没啥利多 反而有利空 害怕财报 可是底型打出来 那个买盘 谁悄悄的在吃货跟进货 这就是它的暗示了 那当然呢 至于要怎么操作 大家就自行拿捏了 风险还是要顾到 就好像 今年呢 股力扣底减半 就在今年正式实施 所以也是全市场都知道 去年就准备好了 这个 去年才比较有停息机会 那今年呢 股力扣底减半 所以不要参与 除全息 等到呢 它除全除息完之后 股价掉下来了 我再来捡便宜 这样子 大家都知道嘛 所以今年才会没有量 因为大家都不参与了 因此呢 今天特别的是 好奇怪 本来股价除了之后 掉下来 这叫贴息 今天的瑞宜 请看 贴息股 股价掉下来 涨了 开 K呢 这个贴息嘛 除息是这一天 然后往下叫贴息 今天涨起来了 再看第二档 第二档呢 是晶元电 晶元电呢 大涨 涨哦 半根涨了100以上 5%以上了 看K 也是呢 除息在这儿 除全息之后 掉下来 这叫贴息 但是这两天 股价涨了 而且还带量 我要说的是 除息 除息之后贴息股 于哥啊 怎么会贴息股 这一两天 全面性的 普遍大涨 理由在哪里 他是期待 往上涨回去贴 填息嘛 第一个是因为 昨天跟今天的氛围 好一点点 这是第一个理由 第二个理由是 这些股票都跌了 很深了 就两个原因 那刚才 瑞涵有帮大家去提到 这个瑞宜跟这个 晶元电的部分嘛 对 我现在再挤挡个股 跟各位看 有些股票 他在除息之前 先拉了 那万般拉台 一定有人出 那有的是看业绩 我们先举几档 第一个 上尾 4733上尾 上尾今天掌停板 你来看一下 上尾走势 除息之前 怎么拉的 好高 这个拉还伴随 嘎空 因为除息之前 到最后 你的绒卷会上来 对不对 你会强制回补 对 所以他会拉上去之后 做一个嘎空的动作 然后杀下来 因为上面 拉到高的时候 我们主要 这些主要的人来讲 他就不参加除息 顺势就出去了 对嘛 跟我想的一样 所以宇哥 这个我先确认一下 前面的拉的 上尾的这一波 这个是举例 可以边看 前面拉那一波 因为我心中 已经有底了 我根本不想要 参与除全息 所以先拉借高 来出货 下面放荣卷 给大家看一下 我就跟各位讲 我们来看看 我们先进广告好了 因为光讲一档标的 你要追筹码 把它弄懂 到底这些呢 大户们 大老板们 心态想起什么 是要说仔细的哦 不要急 这个主题 回来之后 宇哥说清楚 也会带一点点 小教学 那法术会最近 陆陆续续再开嘛 今天的法术会公司 我待会会讲 但是呢 更重要的是 开归开 还来个春夏秋冬呢 说什么 春天直接进入秋天 可是也有人说 我还是春天 春秋天差很大呢 到底业绩在下半年 谁是春夏秋冬 汉陈帮您准备好了 完全大扫描